我有关系啊 而且回来 而且回来我 而且回来我还给他洗了澡啊 我怀着你的小 不管 不管这么多 我不是说我卡里 我赢他卡里面 我卫星里面 我说了 我骑嘛 这种话骑发泡 谁绝对呀 眼前这个年轻又漂亮的女人 叫做王诗奇 今年28岁 就在前段时间 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给男友 男友却从此对他爱搭不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王诗奇在前段时间 在医院查出自己怀孕身孕后 她第一时间告诉了男友 男友得知消息后 不仅对他不管不问 就连电话和信息也不会 更是直言 孩子不是自己的 男友的态度 让王诗奇感到很失路 王诗奇告诉记者 他和男友留任 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 两人确定在一起时 就已经做好了 结婚生子的打算 如今 男友的态度 就是不想要孩子 也不想对他负责 那么 男友为何 会是这样的态度呢 王诗奇带着记者 找到了他的男友 刘润 两人一见面 没有昔日情侣 久别重逢的甜蜜 接着问到刘润 为何不想要孩子时 刘润也说出了 他心中的想法 刘润表示 女友怀孕的时候 自己并未和他住在一起 孩子突然到来 让他不得不怀疑 这个孩子是否是自己的 在两人恋爱期间 女友王诗奇 经常会在网络平台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 甚至连自己的具体住址 都会告知给他人 可是两人已经相爱半年了 只是因为这样 就怀疑孩子的来历吗 王诗奇表示 自己每次与男性朋友出去 都会事先告知男友 甚至还会喊男友一起 但是男友还是没有安全感 怀疑这怀疑那的 那么事情真的如同 王诗奇所说的吗 谈的话我跟你谈的话半年 我跟你交往 各月的时候 你家里是什么 欺骗我的 说你没有男朋友 没交往 是谁 大概是谁 我问你 大概是谁 你们说段了男性 你真的还在交往 你是谁 你还好意思 叫他们过来 真的 我就是说今天又怎么样 你又没跟我 你真的 现在我的小孩子 是什么的呀 他可以 我有什么可以的 是你跟他之前 交往 现在跟我交往 他还可以跟别人交往 原来在两个人交往期间 刘润发现 王诗奇还与前任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 如今的局面 都是因为 王诗奇 脚踏两条船 所导致的吗 刘润口中 那个男人 又是谁呢 他前夫是姓刘的 他女儿是姓刘 刘润 他前夫怎么姓刘呢 姓怎么姓你呢 你又是谁啊 自己讲吧 你觉得要扯这么多干嘛 你觉得要扯之前的事情干嘛 他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他自己又要跟我在一起 他不是犯件吗 是不是犯件 现在我怀疑 他小孩和独孕负责 就找这些理由借口出来 你随着我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既然接受了 你要跟我在一起 你不是 你又是我这么多 原来王世奇的前任姓刘 而如今 与他保持密切联系电话的那个男人 姓李 面对男友的质问 王世奇没有选择正面回答 表示 那都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 此时 刘润又向记者表示 之前通过女友手机偶然发现 女友王世奇还曾面对面 接受过这个理性男子的红包 至此 他不得不怀疑 女友已经背叛了自己 一旁的王世奇表示道 现在他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刘润的 自己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男友的事情 并且表示 男友不相信的话 可以再等两个月去做亲子鉴定 刘润也说道 如果鉴定之后 孩子是他的 并且 女友也愿意改掉 喜欢出去喝酒抽烟那些坏毛病 自己还是会接受他的 那么 究竟是王世奇做了出格之事 还是刘润 生性多疑呢 回到家中 刘润告诉记者 他是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的王世奇 王世奇长得很漂亮 对他一见钟情 后来又了解到 王世奇曾经离过婚 并且 还独自一个人带着一个女儿 这让他觉得 王世奇非常的有爱心 有家庭的责任心 因为基本上 女孩子结婚的话 小孩子都不会一样 是吧 你觉得会 家庭有责任心 家庭有责任心 对你的孩子肯定也会很好 所以你就成为这种目的 然后呢 确实我喜欢上了 一个月以后 我确实对着很好感 之后 刘润对王世奇的好感倍增 便对王世奇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一个月后 王世奇答应了留任 两人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之后两人还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决定完成一百件事情之后 两个人就立马领证结婚 我们一起一百件事 然后就结婚 是吧 你刚刚定过 定下这个目标是吧 是的 一起去 陶瓷一起看烟花 一起去音乐会 一起去天安门 一起穿民装 那其实你们本 是的 我们就是说 本来这个世界那个 后来就是说 因为不是 我想象的这么简单 现在很现实 往日的甜蜜 历历在目 而如今两个人都输给了现实 刘润随即表示 自己也是离过婚的人 上一段婚姻就是因为妻子出轨 而画上了句号 离过婚的他带着儿子 和王世奇在一起 因此 他不能够忍受 如今自己的女友 还和前男友保持着关系 在社交平台上 与他人暧昧不轻 在他看来 一段好的恋情 应该是与异性 保持该有的距离 如今 女友在别人 暧昧不轻的时候 怀了孕 这一下家中不久 就会有第三个孩子的出现 而女友 王世奇的存在 不但无法减轻 生活当中的负担 还在外面欠下了 不少的外债 由于没钱 两个人争吵的次数 越发的增加 那么 面对这一段 摇摇欲坠的爱情 两人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王世奇腹中的胎儿 又该何去何从呢 王世奇表示 自己为了女儿 愿意改掉一些坏毛病 少和异性接触 原来 王世奇的女儿 现在快要上一年级了 而户口还在前夫 广州那边 如今他只想定居下来 让女儿有疏毒 给女儿办好户口 为了女儿 他愿意改变自己 此时 一旁的刘任说 如果两个月后 女友腹中的孩子 鉴定出来是自己的 并且女友愿意 改掉这些坏毛病 自己还是选择 和王世奇 继续在一起生活下去 那么 大家觉得 这一对情侣 能走下去吗 王世奇腹中的孩子 又会是刘任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 留下你的看法